大家好,我是Steve 今天是2022年的9月14号 周...几呢?周三 今天我们来讲什么话题呢? 高通账,家租,合理,骂 快是了解特殊时期,租月到期怎么办 今天讲这个话题 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呢? 因为2021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政府是跟房东说房东不允许家租 2022年家租的幅度非常小 2023年呢,家租允许的是2.5% 我就有很多房东打电话给我说 我这个租要不要加,能加多少 能不能加过2.5% 因为贷款利率 一般的投资房选的都是variable 除非你是刚买 一般我是推荐刚买房的人 比如说这个投资房刚刚买 一般的五年是不会卖的 弄一个fixed rate 之后呢,都用variable 用variable呢,比如说利率好了 你可以换一个mortgage,对吧 然后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 你可以换房啊,这些 特别是在10年以后 那现在呢,正好碰到一个利率 疯狂的往上串 那么variable rate的房东 现在就碰到问题了 我也有一个房客 是一个很好的客人 他们呢,租的房也很大 只租不买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老外 那他碰到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他租的房非常的新 那房东呢,现在非常不合理的 给他涨房租 是一个月呢 要多问他要五六百 他说,这个我不能接受 我怎么办 所以呢,正好今天给大家讲这个话题 作为房东和房客的各位呢 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我觉得会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是自住房 住在里面说 这东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呢 你要愿意了解一下的也行 你要说这东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呢 你就关了 今天呢,就讲这个话题 另外呢 我开通了小红书 我说这个同样的视频呢 我就放到小红书上 将更多人受益一点 那小红书呢 现在有个问题呢 就是每个视频呢 我只能做五分钟 因为他还没有到五百个人 估计快了 我放了三个视频 现在两百多 很快就到三百 就超过五百 我就可以放更长时间的视频了 所以现在呢 还是更喜欢YouTube YouTube呢 我可以慢慢说 给大家说的细一点 小红书呢 就是更加精简 那几个point 给大家只能大约说一下 如果有兴趣呢 我把这个链接 小红书的名啊 我放在comment里面 大家可以加一下 这样的这个躺在床上刷 还方便一点 小红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好 那我们呢 今天就开始来讲正题 怎么办呢 碰到这么多问题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家租 这个是政府 安断率政府 历年来的加息的幅度 2023年是允许的 2.5% 2022年是1.2 2021年0% 2020年2.2 2019年1.8 大部分的时候呢 都是这样 然后呢 它这个加息的幅度呢 计算啊 非常有意思 它怎么算的呢 前一年6月到 这个到今年5月份的CPI 那也就是说呢 2019年的1.8是怎么来呢 2018年6月到2019年5月的CPI 作为军值 然后呢 就拿这个rate 就可以了 之前呢 CPI是这个通胀率呢 1.95% 这个是2019年的 但是呢 它拿的是2019年 2018年一部分 跟2019年的 到5月份的时候来算 对吧 算出来是1.8% 那大家说了 那不对呀 我的2023年 现在通胀都7% 8%了 你怎么会是2.5%呢 怎么会这样子呢 Capped at 2.5% 政府规定 这个大家不能下涨 下涨呢 租客 说不了了 这个的确啊 这也是事实 你跟现在这个租客 直接跟他来 一个月来三四百 他可能受不了 我们过去再讲 房东受不了的地方 这个是政府的文件 是说 如果根据他们的计算 2023年的guindline 会是5.3% 还不是78% 是5.3% OK 然后他们说呢 这样子房客呢 可能受不了 Capped to help protect tenants from significant rent increases 帮主租客 所以他们限制到哪呢 2.5% 所以可以推测 2024年会是多少呢 很有可能也是2.5% 那么我当然希望inflation能下来 但是呢 估计下不了那么快 2023年的可能还是 2024年的可能还是一个2.5% Hopefully可以更低 好 问题出来了 什么问题呢 假设 100万的房 35%首付 30年的amortization 1.7的rate 很common 如果大家看到我之前的视频呢 我全部基本上是拿着这个来做一个sample 1.7的rate每个月付多少钱的2400块钱 其中900块钱的利息 OK 那租金 那个时候呢 100万的房差不多是一个小townhouse 可以租多少钱呢 3000 3000 那你跟我说100万买不到townhouse 哎 有时候也是事实 也是事实 但100万的是3000 地税加上维护呢 差不多是600 所以呢 最后还是弄多少钱的2400 2400是什么情况 Break even 利率在1.7的时候 也就是说 如果那个时候房东选择fixed rate 1.7 甚至1.4 他现在还是OK的 还是OK的 但是如果他选择了一个variable rate 现在的rate是4.25% 这个是个variable 减上这个discount 每个月突然变成3250 利息2300 利息就快跟原来的payment一样了 OK 减掉这些要花的支出 每个月是多少 每个月是负的850块钱 如果只能涨2.5% 75块钱 他每年的额外支出 需要多少钱 9300块钱税后的钱 税前很有可能是12000 你让一个普通家庭 突然多12000 并且呢 他看好 有一些人他还有自住房 自住房还有贷款 那自住房的贷款 如果是variable 对于这个家庭 基本上就是unbearable 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这么一段时间 现在就是那么一回事 那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 那谁让你买房 那买那么多房 那么多投资房 但实际情况就是 加拿大你要做投资 你除了炒股 你买什么 买房 就是这么简单 你买房 你做一个投资 这个是赚 这个是基本上加拿大大部分人赚钱的一个方法 并且没有人买房了 租房又怎么办 对吧 所以我们不抨击这个 因为加拿大实在是 税也是比较重 赚钱也没有那么容易 税又重 然后呢 投资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投资的 基本上就是买房 买房还是一个不错的投资 但是正好碰到这个时候 压力非常的巨大 这种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 2018年11月之前的房 它是受到房租的管控的 你不能随意的去增加房租 之后的房随意涨 2019年之前的 现在变成负现金流了 按规定 只能按照规定的涨幅 他说我支撑不下去了 再这么下去呢 我可能得卖房了 怎么办 2019年之后的房东 也是负现金流 就前两年刚买的 不涨到市场价呢 他就支撑不下去 或者不超过市场价呢 他就支撑不下去 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们先来讲房客 略微有一点绕 所以呢 我慢慢讲 我在这能慢慢讲 跟大家慢慢讲 先听房客的 OK 2019年之前的房 房东是不能下涨房租的 OK 那么他按规定增长 那就继续租 你不用说 你别给我涨了 那2.5%我也不愿意让你涨 那是不是能谈 也能谈 也能谈 但是呢 如果2.5%都不用涨 他如果想让你搬走 房东可以让你搬走 因为你不接受 这个minimum的增长 因为房东的确 也有可能很痛苦 那希望房东是 fixed rate 或者是说 还有positive cash flow 那就还不错 应该 房客应该继续租 因为他还是比市场 市场价要便宜 现在市场价的房租 非常的夸张 那么如果房东跟你说 虽然规定是超过2.5% 但是呢 我需要增加5% 或者10% 怎么办 房客 是不是说 你走开 我不想见到你 你走开 你只能加2.5% 但房东有他的难言之隐 对吧 他比如说 那你实在没办法 我只能卖房了 只能卖房了 或者他怎么样 他当然不能 就故意把你赶走 不意把你赶走 是要受到法律的 我都不想用制裁 这个词有点重 但是比如说 房东说 你不增加到这个价格 我可能得要自己住进来 或者是说 我只能把房卖了 这个就要再做判断了 首先你要打个赌 他说的是真话假话 有你对房东的了解 然后就做个判断 比如说 他增加到了市场价 那你又觉得 他的房还挺好 对吧 那你如果搬走的话 甚至 他比市场价都要 OK 比如说 他这个房线的住3000 他说要从2500增加到3000 他才能不卖房 那么你一看 旁边同样的房 你也想住在这 是3200 3500 这种情况怎么办 你做一个判断 如果他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你很有可能需要接受增加的量 不然他可能真的得卖房 对吧 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吧 你接下来 租金还变多了 那如果判断是说 这个房东感觉挺有钱的 应该不在乎这一点 他不可能搬回来住 他也不可能买房 那就独一吧 好吧 就这么简单 那希望呢 这个还是房东 现金流不要 不要变成负现金流 一般能扛的 不变成负现金流的房东 一般能扛 他都会扛过去 这个是房东 2019年之后的房 就像我一个客人 碰到的这个情况 如果房东说 那没事 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房客 我也没什么压力 按照规定 2.5%增加这个房租 2019年之后的房 真的是一个良心的房东 非常良心的房东 增加到市场价格 符合规定 我的建议是不要走 如果这个房东好好的 因为你搬家有成本 他新找租客 他也有成本 对吧 你搬家 你也有成本 那么你当然也可以 跟这个房东聊一下 是说你看 你新找一个租客 你也有成本 对吧 你不如别增加那么多 少增加一点 我也就住在这 有可不可以 可以 符合规定 那如果超过市场价格 比如说市场价是3000 房东硬要给你 加到3500 怎么办 和房东谈 谈不下来就搬家 对吧 这个 比如说我搬家花费五百一千 那对 当然搬家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但是他一个一年给你多加5000块钱 这个没什么好想的 你就搬家吧 因为他的确是可以 他的确确是可以 2018年11月份之后的房 这个是对房客来说的 对于房东来说呢 好啊 2018年11月之前的 这个是非常pinful 非常pinful的 根据市场的guideline涨 那么其他渠道补足 钱不够怎么办 其他渠道来补呗 对吧 如果你的cashflow是正的 Congratulations 大家坚持住 然后有个什么办法呢 房东可以搬回自己的出租房 住一年 你不能不住一年 不住满一年 你比如说你把他赶走了 你把房客赶走 你又过两个月出租了 现在呢 罚款挺重的 3万多 还有中间的一些费用 前前后后可能得花掉4万块钱 划不划算 不划算的 但是呢 有一个灰色的区域 具体你能不能那么做 不要问我 我没有那么干过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你怎么样呢 你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个房住着 那你就搬回 你出租的那个房 你把自己的房出租了 这样行不行 可能也是可以的 relocation嘛 对吧 或者我的资金不行了 对吧 那总比卖房好 对吧 你说 Steve 现在要不要把房卖掉 不同的市场 我们不同的分析 这个不是今天的一个topic 有些时候呢 有一些特殊的市场 你说不定把房卖了 你还亏的少一点 或者是说还能赚点钱 因为比如说Berry Berry根据我的分析 还得跌20%呢 对吧 多零多 基本上已经到位了 Van可能还有8% 大家自己要计算 另外比如说 房东 我肯定不会搬回自己的房的 但是呢 这样我又要支撑不住了 Morgetrade那么高 怎么办 那就只能出售房屋了 这个 就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对房东 对房客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可能 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 但是呢 你也需要做一个决定 房东 2018年11月之后的房 根据guideline涨 有利房客 长期有风险 长期有什么风险 现在是2018年11月之后 那你比如说 你正好是2018年12月的房 它有没有可能过几年之后 政府规定就改了 改成2019年11月之后的房 才能随意涨 2019年11月之前的房 不能了 要跟着guideline走了 有没有可能 OK 然后你的房客呢 可能就会在你的房里 住上个十年八年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的租金是2500 市场是3500 本来呢 你可以增加到市场价 但现在呢 你说租客也很好 我就威势在2500 可是呢 一到明年之后 你就变成每年只能涨 2.5% 2.1% 你的收入是不是就少很多 这个是有利房客 长期呢 对于房东有风险 那你一定问我 房客别骂我啊 你一定问我怎么样是最好的呢 对双方都算比较合理呢 就是增加到市场价格 或者呢 比市场价略微低一点 非常合理的价格 租客应该也可以接受 那租客呢 有可能会离开 是说 那当然了 租客搬到隔壁去 make sense 不make sense 因为就到市场价嘛 搬家有成本 但是呢 租客也可能离开 租客说我真的承受不了这个市场价 我可能会租到小一点的地方去 有没有 有碰到过 今年有碰到过 我们给他加了租之后 他说 我本来 这个房的 我是可以承担那么多 但现在我承担不了了 他只能拖家带口去搬走了 非常fortunate 我是不想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是呢 的确是没有办法 房东随意增加房租 比如说房东 非常的不合理的增加房租 市场价是3500 之前是3000 房东说 我现在要给你加到4500了 他能不能这么干 他能这么干 那房客不接受怎么办 房客只能搬走 这个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 所以你说 我要租房 但是呢 我对这个房的心就无所谓 我就要稳定 租什么呀 做2018年11月之前的房 但是不是这个就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的谈判空间了 也不是啊 我就有这么一个房客 房东 是说我要给你涨 涨多少钱 涨三五百 对吧 我说你跟房工去谈 你跟房东好好地谈一谈 你不用那么紧张 后来呢 他们两个谈了一下 我在中间呢 也帮了一帮忙 的确呢 大家也都认为 现在这个租客呢 住得也很好 也都按时复房租吧 房保养的也非常好 房东也不想再找人去 去这个再去找新的房客呀 再去倒挡了 所以呢 大家一人一半啊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接受 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 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安全全度过 现在呢 整个通胀是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大家都不太说得了 房东呢 因为这个利率 被压的不行 房客呢 其实平时的 包括食物啊 什么的这些 压力也挺大 你房租在压一压 他也受不了 希望大家都能 挨过这段时间 好吧 这并不是一个 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呢 我觉得做一个视频 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好吧 搞通账 家族和礼嘛 就是这么一个解决方法 希望这个视频 能帮到大家 不论怎么样 大家要 还是尽量 尽量positive 尽量positive 大家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